第一卷,第五十八章 回到家,我見到瘋狗一言不發地坐在沙發上吃煙 在房間裡,我找了一圈,都見不到警成的影鐘 他... 我問了一半而已,我馬上就明白了 是瘋狗跟了警成 我看見瘋狗的表情很凝重 我放下手裡的資料,安慰著他 不要這麼擔心 他或者拘留室找得太久,想一個人弄一弄 瘋狗欲言又止,心心地吃一口煙 最好是這樣 上一次,他也是這樣一個人出去 結果... 陸瘋狗和警成認識了七年 但他對警成的了解並不多 但是瘋狗和警成共事一起逮捕過海撒 他顯然知道更多警成的過去 我坐在他身邊問了 我看過詩檔案,其中有兩份文件 上面有個部長的印章和封條 似乎文件袋裡面的東西 比詩檔案更加機密 你知不知道裡面裝著什麼 瘋狗慢慢地把我身靠在沙發上面 沉默了很久,說出了五個字 惡魔的契約 惡魔的契約?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滿面疑惑不解地看著瘋狗 瘋狗又吃了一口煙 在吞雲套墓當中 他的思緒好像回到很久之前 我記得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他回到尊岸草的時候 全身都濕了 而且他的神情很呆滯 我問他到底出了什麼事 他始終都一言不發 我原本以為他壓力太大 就沒有打擾他 誰知道他在那天深夜 從鑑證科偷走了血液的樣本 是不是你被人襲擊那次 現場提取的血液樣本? 警成為我說述過 怎樣發現姜緊就是海撒的過程 但至於怎樣抓海撒 他就隻字未看 瘋狗暗頭,繼續說下去 那份血液樣本 是唯一能夠證明海撒身份的關鍵證據 他逃走之後 沒有任何交代就消失了 他為什麼要逃走血液樣本? 讓你專案組才知道 他帶著血液樣本去檢察院 陸宇晴? 是 他見陸宇晴 一直以來 海撒案件都是由陸宇晴負責私檢的 他叫陸宇晴化驗一下手術刀上面的血跡 而且 和血液樣本對比DNA 等結果出來之後 他就留了我的電話給陸宇晴 而且 叫他一定要在四十八個小時之後 才打給我 還有我的電話號碼一起給陸宇晴的 還有一個地址 為什麼他要陸宇晴兩天之後才通知你呢? 癲狗深深地吃一口煙 在煙霧當中他皺著眉頭 他臉上的皺紋更加深 接著他就說了 時間無法負評他的傷口 唯有報仇才能做得到 我即時反應過來了 他要找海撒報仇? 專案組追捕了海撒七年 但真正搶開有用證據幾乎為零 我被襲擊的時候 刺傷那個人的血液樣本 只能夠證明我被襲擊的事實 就算核對出這個人的身份 從警方的角度來說 沒辦法證明這個人就是海撒 電狗嘆一聲 接著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不過對於他來說已經足夠了 因為他只是相信自己的判斷 從來不相信什麼證據 我親眼看見那個警成 是怎樣吞噬和毀滅怪物的 一旦被他確定成為獵物的 就注定再努難逃 我跟著問 那為什麼最後僵緊還是被警方抓到的 有時候我都在想 如果我是他的話 當我知道燒死自己父母的人是哪一個 我一定都會像他一樣 不顧一切地報仇 但是他或者因為和怪物接觸的時間太長 不知不覺當中 他自己也變成了怪物 天狗咬咬咬乾燥的嘴唇 他的聲音越來越低沉 我開始有點擔心和懼怕了 他…他做了什麼? 陸於情在他的表情當中 察覺都有點不妥 提前打了電話給我 留給我的地址就是姜錦家裡 當我帶著專案組的人趕到的時候 姜錦的住處已經火光鬆天 我們從裡面救出了狂笑的姜錦 他承認自己是海撒 和姜錦一齊救出來的還有他 他一次又一次地試圖衝過阻瀾的警員 要殺死姜錦 最後是陸於情緊緊地抱著他 他最終才平息了 但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就不再說話 好像自我封閉 不和任何人進行交流、溝通 姜錦燒死他父母 所以他打算用同樣的方式向姜錦報仇 如果不是陸於情的話 姜錦恐怕早就被燒成灰盡了 我心裡吸了一口氣 終於明白為什麼陸於情會這麼緊張警成 原來他親眼目睹過警成瘋狂的一面 為什麼沒有回答我 他的眼神有點不安地在閃上 他拼命吸煙好像在迴避什麼 我跟著追問 是不是還有其他事 嗯 捉住姜錦之後 警方破滅了大火 打算在姜錦家中找些證據 在廢墟當中如願意常地找到姜錦行空的工具 已夠日記 上面清晰地記載著每一宗空案的始末 但是在搜查當中 還找到了其他的東西 其他的東西? 癲狗停了很久 好像這個問題對於他來說 很難再回答下去 他閉上雙眼 重重地嘆一口氣 唉 在我室裡發現三具燒焦的屍體 經過鑑定證實分別是姜錦的妻子 和他那對子女的 我目瞪口外地坐在沙發上面 我終於知道文件袋裡面裝著的是什麼 也知道為什麼包括警成在內 所有人對裡面的東西都隻字不提 我曾經問過警成 是什麼時候把自己變成怪物 他從來沒有回答過我 應該就是那一晚 就連癲狗也都相信警成是為了報仇 不惜用最邪惡殘忍的方式去懲罰姜錦 他要姜錦承受跟他一樣的痛苦 所以癲狗才告訴我 文件袋裡面裝著的就是惡魔的契約 警成沒有向黑暗屈服 而是令自己徹底淪為黑暗 他跟惡魔簽署了契約 將自己變成了以怪物為食的獵食者 作為契約的代價 他向黑暗獻制了姜錦的一家三口 我轉著頭很堅定地繼續說 警成不是這樣的人 我相信他會用自己的方式 處決變態的怪物 但這種方式 他絕對不會用在無辜人的身上 我們也不相信他會這樣做 姜錦對於什麼事都和盤託出 但唯獨對他家人的死 他就是隻字不提 而他也是那個時候開始自閉 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只有他和姜錦才知道 天狗面色沉重地繼續說下去 他說姜錦一家三口的死亡真相 已經成為了一個迷案 也為海撒空案的偵破 畫上一個很不圓滿的句號 當時幾乎所有的聲音 一致都認為姜錦見到東昌事發之後 畏罪自殺 接著引起大火 間接燒死他一家 我忽然之間反問癲狗 你信嗎 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假如他找姜錦之前的故意隱瞞案情 可以推測他見姜錦的目的 就是為了報仇 他如果用姜錦家人來懲罰自己的仇人 也在情理當中 真相只有他和姜錦知道 除了姜錦的政法 這個問題 恐怕只有他才能回答 後來呢 這件事怎麼處理 癲狗吃完最後一口煙 他的目光帶著遺憾 和軟式地告訴我 當時警成拒絕和任何人溝通 出現了自閉的情況 黑楚紅審時毒勢 將這件案列為了機密 然後封傳起來 就是我在後來在司當案的文件袋裡見到的文件袋 考慮到警成的情況 已經不能夠參與專案組的工作 而且畢竟他有涉案嫌疑 黑楚紅將他送去精神病院 其實也是一種保護警成的方式 至於對專案組也沒有透露他在什麼地方 癲狗和他一起工作五年 算是亡年之交 癲狗講警成 令到他想起曾經的戰友 任何時候 你都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背部交給他 最後是癲狗送他上的車 癲狗看著他的時候 警成對著他眨眼 這個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樣 一個人一個世界 獨自地在閃上 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再見 癲狗心心地吸一口氣 他的聲音低沉著說 那一刻 我感覺到 我失去了他 以為有傷之連 都不會再見到他了 沒想到 原來你這麼掛著我 警成的聲音在門口傳過來 我跟癲狗馬上回頭 看到他正是靠在門框上面 跟癲狗聊天聊了太頭飲 警成什麼時候回來我都不知道 我只想問他去哪裡 我就看到他手裡拿著一大堆菜 我去了市場嘛 拘留室的飯菜 你還吃不怕嗎 今晚我親自下廚 為你們做幾尾一下 他總能輕而易舉看出我的心思 還沒等我開口 他就已經回答了我 癲狗 你告訴他我的廚藝吧 你試過我手藝的 癲狗沒接著他的說話 應該是看見了警成回來 他的表情這樣才徹底放鬆了 我去廚房幫忙 一直沒有說話 氣氛有點尷尬 只是在這裡洗菜的警成 看都沒有看我 接著說 你是不是想問我真相啊 我言不由衷的領領頭了 沒有 我相信你不是這樣的人 警成萬筆驚心說了 人總是選擇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 我停在手裡的事 我終於還是沒有忍著 我看著警成很認真地問 那晚到底發生什麼事 警成笑著地回答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像范海森 范海森 我眉頭一皺 跟著說 小說裡面那個吸血鬼獵人 范海森是吸血鬼獵人 以捕殺吸血鬼為使命 他跟惡魔簽署了契約 所以就得到了惡魔的力量 他用這種力量追殺各種吸血鬼 但是范海森也為此付出了代價 什麼代價? 他因為和惡魔簽訂了協議 所以就算一生都在服務於光明 死了之後也不可以進入天堂 警成看到我沒有在洗菜 帶著筆記地說 是不是結果很可悲? 那就是說 你承認自己和惡魔簽訂了契約? 我這個時候很矛盾 我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 但是又怕從口裡說出真相 警成無奈地撫笑了 你應該不會認為我有追殺吸血鬼的本事吧? 我認真的 同類之間不應該有秘密的 我心急了一口氣 我的語氣很誠狠 但是不管怎樣也好 我一定相信你不是這樣的人 我從來都不認為你真正成為了怪物 我的世界裡沒有童話 並不是所有故事結果都這麼美好的 警成換世不公的笑容 有所收斂 突然之間也停止了她的動作 她擔心頭望向窗外 等她轉過來和我對視的時候 陽光正好照在她面上 她露出了燦爛又乾淨的微笑 等到尋哀樂定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真相 required 警独的地盤 Cristo 就像人oxILY 從諒之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